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107页 上次我们是讲到104页 现在我们来讲到107页 107页 看中间的文 廖简者问略指大义同义云合 答通者明义亦同 别者略指三门大义再一顿 我们看到这边 廖简 廖简两个字 在我们主师的论著里面会经常看到 它的意思就是问答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那么也算是自问自答 因为你透过自问自答 就会把很多一些 有些重要的一些概念把它引出来 这样也会比较清楚 所以主师在讨论某一个教理的时候 经常后面会放一个廖简 还有另外一个叫简别 简别 廖简跟简别 简别它是在跟其他的一些概念做对比 这样才不会弄错 所以廖简跟简别都蛮重要的 那么这里有两个廖简 一个是张安大师的私廖简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 是张安大师自己的廖简 我们下一段是 这个智者大师自己的廖简 我们先看一下张安大师的私廖简 他说问略子大义同义云合 就是说通者民意亦同 别者略子三门大义再一顿 就是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三门是剑次不定 原顿三种子官 这个三门是指这个 就是我们三官 剑次不定原顿的三种子官 就是我们三个子官 三个子官虽然名字是不一样的 可是它主要的大义就在原顿 就在谈原顿子官 所以剑次不定原顿 虽然是名字不一样 可是它的目的是在谈原顿子官 而且大义也在原顿子官 剑次不定跟原顿 其实在很多层面来说 都是围绕着原顿 这个概念在谈的 所以说大义再一顿 所以说大义再一顿 我们翻过来 第109页的第一行问 约显教论显观 意应 约密教论密关 这个是大师的资料检 就是智者大师自己的料检 他的自问自答 那么大师从 智者大师从哪个角度来看事情呢 他意思是特别来提到密教 大家看这个密教 不要误会 在他那个时代 密教的经典还没有翻译出来 所以密教经典在什么时候开始翻译的 在唐朝 唐朝不空三丈 那时候才有翻译 像现在东密的这些经典 大日如来这些概念都是从唐朝 那时候的不空三丈 那时候才开始有的 所以在智者大师那里谈密教 就不是这个概念了 那是什么概念呢 在天台的教法下 他有称为五十八教 天台的教法有五十八教 那么这个五十呢 就是佛陀一生的教法 他分五个阶段 就是华严时 阿含时 方等时 波勒时 最后法华 涅槃时 这是五十 那么另外八教呢 是指佛陀度化众生的 化仪式教跟化法式教 那么化法式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障通别源 那么化仪式教呢 是指哪一个呢 是指顿 见 秘密 不定 四个教法 那顿 见 顿教 见教 见就是见见的见 见是不定的那个见 顿 顿 见 秘密跟不定 这化仪式教 化仪式教呢 是用意思是说 四种不同的方式来化导众生 化仪式教呢 是四种不同根气的 的人呢 大家因为他心胸格局不一样 所以有的适合小圣 所以用障通 有的适合大圣 读菩萨法 所以就是别源 所以障通别源呢 这个呢 是依着这个心胸格局 而来给他的教法 可是化仪式教呢 它是依 也是跟他根气有关 跟他那个时候的状况有关 那有的是给他一个顿法 有的让他慢慢剑刺的成长 那秘密跟不定呢 是比较特殊一点 秘密呢 什么叫秘密的教法 就是同文 可是呢 彼此不知道 比如说现在 佛多教在讲经底下很多人 大家同样听到一句话 可是彼此的了解 不一样 但是又互相不知道 这叫做同文 可是互相却不知道 那理解不同 理解不同 但是互相也不知 那么什么叫不定呢 就是 佛多讲的教法 底下人一起听到 那理解不同 可是互相知道理解不同 互相知道理解不同 这就称为不定 所以在画仪式教的顿 见秘密不定 这四这个教画仪 仪就是仪表的仪 威仪的仪 所以我们看看 那个小字第一行的中间 是一个八教 这八教呢 就是指画仪式教 跟画法式教 总共加起来八教 天台式教语里面 就有提到这个 那所以天台中 其实它有很多东西 它把佛多的教法 做一个比较清楚的 一些判别 让我们非常了解 原来佛多教法 是这样子的格局 在教导的 那么这个 这里讲的秘密 就是指这个 所以在场的很多人 一起听佛多的教法 可是听了以后 他心里面得到 非常秘密的 那种深入的体会 可是另外别人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 就是称为秘密 这种秘密呢 也唯有 这个 这个证悟的大菩萨 才有办法 就是他必须是 某种成 就是必须是圣人 他才有办法教导秘密 因为他要有很大的深度 他才有办法 所以 这里呢 他在讲这个了解 关键就在谈这个 约显教论显观 一应约密教论密观 大师呢 是在讨论是说 他先问一个问题 质问 质问 那如果说 现在用显教来谈 来教化众生 论显观事实上 就是以显教教导众生 怎么修 所以这个观 不一定是什么 什么特别的观想 不是指这样子 那这个 秘密教论密观 那 为什么我们这边 没有提密教论密观呢 他这里后面就有答 答计分 显密 精淡明显 不说密 他在强调 我们现在讲的 剑刺不定 原论 这个 以原教教理 而来谈的 这个三观 是 是不说密的 是明显不说密的 气氛 竟然分为显跟密 所以我们呢 就谈显就好了 秘密就不用谈了 而且秘密也不用说 因为它是秘密 佛陀呢 他教导众生 依他的加持力 让对方能够正悟开悟 那 这个 别人怎么感觉得到呢 对不对 他是秘密的 是秘密的 这个在很多时候 这个不是只有佛陀有 是大菩萨也有 还有以前我们开悟的大祖师 也有 都也有类似的 这种教法 这种 化导众生的过程 所以秘密 就也不用去提 底下 分门可耳 论论得佛 就是说 什么叫分门可耳 是说教法 竟然分了门 就是顿见秘密不定 那我 认论得佛呢 那我呢 就来认 就来讨论 不是也可以吗 认我得论密关 这样子不是也可以吗 就是 那我们就 好好的来讨论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密关 密教的教法呢 那 这是 这他是自问的 我们看他怎么答 110页 答 获得 获不得 就是 什么叫获得 获不得 就是 或可以立密关 也或许 也不用立密关 什么叫做 或许可以 也或许不可以 底下 教士上圣 批下此言 圣能显密 量说 凡人 宣述 只可传显 不可传密 听者 应何作观 就是 在教法上 教法 是上圣 批下之言 就是 圣能 他教化 批就是 广为 就是盖住 这个 这批在我们现在变成 被子的 那个被 就是 批父的 所有的众生 等于是 盖父的 所有众生 佛陀的 教法 就像 这个 他的慈悲心 是批父的 所有的众生 所以是 上圣 批下之言 那这个 也只有 圣能够 显密 量说 圣能 才有办法 显教 密教 两种 都说 圣能 才有办法 这样 其他人 没有办法 凡人 宣述 这个传显 如果你没有 神通 万变 的能力 凡人 他的宣述 只可以 传显教 就丙教 丙持的教法 我们来看 这个 正业 倒数第二行 下面一个 丙教之人 人无密意 有没有看到 丙教 就丙持的教法 凡人 他顶多 只能 丙持的教法 来讨论事情 来 宣化 这个 佛陀的教法 但是 他要以 神通 以这种 很深的 证悟 这种来 秘密的 让众生 得以 得以得到 这个 开悟 或是解脱 或是 让他能够 发起充满 这个 都 凡人做不到 只有圣人 有办法 所以我们看 小字第一行 密属圣人 圣人双义 这个 画仪 世教里面的 顿见秘密 不定的秘密 是属圣人 才有办法做 圣人能够 显跟秘 都有办法 运用 互相的运用 来利益众生 这个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概念 我们在 这个 智德大师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自问 自答 意思 他是在 让我们清楚 清楚 现在所谈的 这个 教法 属于秘密 这一部分 只有圣人 他才有办法 来谈 他特别的 把这个 勾勒出来 让我们 等于是能够 专注在 这大师 想要传达的 这个层面 那么底下 获得者 六根 敬畏 我们刚刚那一段 还没讲完 凡人宣述 这个传显 不可传密 听者应何做官 凡人 没有 这个 神通的能力 他也没 圣人的 这个 无漏 没有圣人的 这个无漏 的这个 能力 的那个境界 所以他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传密 那听德仁 怎么做官 怎么做密官 听德仁就没有办法 得到 这种 秘密的 这种 这种 的教法 的那种 受用 他就没有办法 所以 密 他只有圣人才有 我们看下面 获得者六根 敬畏 能以一妙音 遍满三千戒 谁戏人至 这人传 密教 就是 意思是说 胃 我们看那个小字 小字 六根 敬畏 六根 敬畏 这个 如果 他的胃 虽然还在 反 还在反 那六根 敬畏 是 哪一个 反 我们来看 这个 我们来看断正 室教 断正 位置 比较表 无品位 是在哪一个 反位 外 外 外 原教 看最上面 原教 无品 地质 位置 外 外 反位 在原教 来谈 那么六根 清金 位在哪个 反位 内反位 内反位 大家注意看 六根 清金 位的 初性 位 就已经是 相当于 初果了 是不是 见 断掉 见货 对不对 就相当于 小胜的 出果 初性 位 就相当于 小胜的 出果 那么从 二性 到七性 直到 七性 位 就断 吃货 吃货 断尽了 就相当于 小胜的 什么 阿罗汉 果了 那七性 再往上 八 九 十性 这三性 断了 断正 就很快了 他得胜 阿罗汉 果位 之后 再往上 修 修到 八性 九性 十性 这个三个 阶位 就已经断 戒内 戒外 成杀 或 福 无名 或 这就 非常的 快了 就非常的快 但是快是为什么会快 就是对空性的体会 不一样 心胸宽 心胸宽阔 它的格局宽阔 所以进展就会比较快 这个是讲二性 到七性 八性 九性 十性 所以这个呢 从初性到十性 还算什么呢 内反位 那这六根 清静 卫 这一段 全部是都叫六根 清静卫 所以六根 清静卫 我们回到 本文来看 六根 清静卫 虽然卫 虽在 凡 凡有很多种 无品也算 无品是外凡 无品卫 是外凡 那六根 清静卫呢 它可以六根 互用 六根互用 我们言和鼻子的生意 六根互用 什么叫六根互用 我举个例子 如果它达到这个结尾的 它鼻子 闻到某一种味道 就是用鼻子 可以闻到 虽然闻这个味道 可是传出味道的 那个人的所有状况 它都清楚 大家了解吗 就是它光鼻根 就有一根的作用 就有智慧的作用 它就能够了解到 这个叫 这个是六根互用 六根互用呢 不是只有 六根清静卫才有 宋法华经的凡夫也有 凡夫没有正果味的 它虽还是凡夫 上次我们就有讲到 六根清静跟六根清静卫 虽然差一个卫 可是呢 这是不同的 这两个是不同的 六根清静是在 我们专讲六根清静的话 不讲卫 可以到六根清静的话 这是送法华经 我们的凡夫 像大家自己 都是凡夫 凡夫就可以达到这样 就是静我们的六根 让我们六根能够清静到 这个 法华经里面的法师功德品 里面呢 里面就谈了很多了 三千大千世界内 所有的声音 它都听得到 光耳朵 耳根 肉 肉做的耳根 它就 它不用什么开什么天耳 什么耳都不用开 它光是这个 肉眼 肉耳 还有我们鼻子 我们凡夫的六根 它就能够清静到 听到 闻到三千大千世界内 的所有的东西 这是六根清静 那这六根清静 我也是属实 虽然这个在原教称凡人 称内凡 那如果是站在我们的角度 它已经是圣人 因为它至少已经是出国以上了 而且呢 到十性位呢 它又已经要快要 到处处了 已经是快要变成法胜大事了 那是一个非常殊胜的 六根清静位 所以六根清静位是很殊胜的 所以这里呢 六根清静位 它呢 就能够怎么样 口密之意 能传妙音 我们看这小字倒数第二行 就能够传妙音 骗大千解 它就有这个 神通 万变的力量 得那种能力 来教化所有的众生 所以 底下 禀教之人 人无秘义 这禀教之人 是指无品位 无品位的人呢 他还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可是无品位的人 仍然是众生的一子 叫初一 不是有四一菩萨吗 初一 二一 三一 四一菩萨 初一菩萨 他就是指这个无品位 无品位的菩萨 无品位的 无品地子位 他是在断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外凡位 他虽然还没有断 那个建货 可是他已经服 建师货 他已经服了 已经服住了 所以 虽然是无品位 他呢 对于恶法 他不太 他不会去违犯 不会去违犯 他已经很稳定了 所以他是足够 虽然是禀教而已 他没有神通 禀持的教法 但是也足够 可以为人天的导师了 这个是指 我们这里提到的 这个如果要传密意的话 六根青青味就可以了 六根青青味是最低的 能够传密法的 密教的 六根青青味是最低的 所以六根青青味 能够以一妙印 遍满三千戒 随意吸人质 者能传密教 这是最低的 再往上 就已经是法胜大事了 就已经是法胜大事了 我们再看下面 若修观者 111页 第一行 若修观者 发所修贤法 不发不修责 这个所修的贤法 这贤法就指 我们三种子观 三种子观 就是见次秘密 不是 就是见次子观 不定子观 跟圆顿子观 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魔后子观 里面的三个子观 那么底下 不发不修者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禀教之人 我们看小字 禀教之人 不和修密 禀教之人就无品味 无品味 他能够秉持了教法 但是他还没有发神通 他还是凡夫 也还没有断见祸 可是他辅助了见次祸 他也对教法 他也是都是清楚的 也不会讲错 所以他这个秉持教法之人 他还没有神通万变 他还没有办法 用密法教导众生 所以不和修密 所以他的不发不修者 是指这个意思了 好 我们看下面 发肃习人 得论密关 什么叫发肃习人呢 肃习人 他这里 小字里面 讲的意思是说 修小圣法却得到大圣的利益 你看他小字 如修生灭而发无作 生灭是小圣的观法 我们讲那个 如果有看过天台教法 我们对于四圣地 苦极灭到四圣地 小圣呢 是那个 那个藏教是生灭 师弟 通教是什么 无生 师弟 别教呢 无量 师弟 最殊胜的圆教呢 无作 师弟 所以如果修生灭 就是指藏教的 生灭 师弟 这样的概念在修呢 缺乏无作的 的这个层次的 这种体会 却能够体会到无作的话 就显入不定 所以这种状况呢 静视 就是似密不定 什么叫似密不定 是静视于 很类似于 这个秘密不定 所以我们在义理上 还是立密观 所以故云得论 就是说 在这种特殊的 这种不多了 这种很少 但是志尔大师 还是把它提出来 只有这种状况 比较特殊 发素行人 就是 它虽然今生修小圣观法 可是过去生 有大圣种子 叫素席 过去生 它有非常深厚的 大圣种子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它虽小圣的 空性观法 可是却发起 素式的 大圣的 空性的 概念的体会 那这个时候呢 德论密观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叫做 初修小圣的观法 即得大圣的 观法之利益 这种才有办法 这样特殊的 大根器的人 可以来谈密观 下面 问 初浅后生是见观 初浅后浅是何观法 就是说 如果我们 这个 初浅后生 等于是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 慢慢地往上修 所以这是见观 这大家没有问题的 但是初浅后浅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最初的 善恶的概念的人 后来达到最后 佛陀的 这个 这个 极灭 涅槃的 这种 殊胜的 的境界 常乐我境的 这种境界 那么 初生 后浅 这善恶 从最初的善恶 达到最后 这个 佛陀的境界 到成佛了 这是称为 见 可是 假设是 这个是 初浅后生 是 见观 刚刚讲的是 见观 但是假设 初生 后浅 是何观法 底下达 是不定观 是不定观 如果说 从浅到生 那是 见词的 所以称为 见观 可是 如果你一开始 是生 结果后来 还是浅 那是称为 不定 不定 那什么状况 是初生 后浅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状况 是 理上 它是很深的 它去体会 很深的理 可是呢 它没有得到很深的 那种 体会 所以理生 是浅 所以它还是 属不定 不定 底下 问 初后 俱浅 是何观法 111月最后一行 初后俱浅 是何观法 就刚开始 跟最后都很浅 是什么观法呢 翻过来 112月 达小圣意 非三子观 相也 假设一开始 都是很浅的 概念修 也很浅的体会 那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这还是 这就是属于小圣 属于小圣 非我们 现在谈的 这个 见识 不定 原顿 这三个种子观 不是我们要谈的 因为它是属 藏教的小圣意 底下问 小圣意是佛说 何意言非呀 若言非者 不应言见 就是 小圣 也是佛讲的 为什么 你在这里 不去谈呢 底下 底下的意思 很清楚 答 我们直接来看答 答就已经讲出来了 既然分为大小 小就不是 我们要论的 我们现在谈的是 专论大圣 读菩萨法 专论大圣 从未 自着 之见 而 小圣 初后 拒不知 实相 故 故 非 今 见也 小圣 从最初开始 修到最后 赠涅槃 果位 从 从 从 头到最后 赠 他的 阿罗汉 果位 的时候 都不知 实相 他都没 没有报 知道 我们一般讲那个祸 有三个祸 一个见尸 二祸 再来 沉沙 祸 再来 无名祸 最开始 要破的是 见尸祸 因为它影响到 我们生死轮回 然后呢 你破了见尸祸 就正 等同 罗汉果位 然后呢 再看他的空性的体会 如果他是有体空观 那也看他是属于 着度的 还是属于 巧度的 只是如果说 他是比较 比较开阔的体空观 那么他就可以 直接接 圆教 如果呢 他没有那么开阔 那 但是至少别教 他也可以走 所以 在这个 我们所谈到的 小圣呢 他没有办法体会到 大圣行者的空性 他对那个空性 他没有办法体会 他只能达到 破见尸二祸 的偏空涅磐 他只能达到怎样 所以大圣的 大圣的那种 这个 涅磐生死不恶的境界 他还没有办法 了解到 因为他对无名 他没有办法去 他目前还没有办法 破除 但是有人就会问 师父啊 可是 这个无名 小圣也有这个名词 小圣名词 在十二音源里面 就第一个就讲无名 对不对 无名圆行 行圆寺 寺圆明寺 明寺圆六路 对不对 就这样一直下来 那第一个不就无名了吗 那为什么 那个当 他会不知十相呢 他那个无名 就是指见识祸的 叫知末的无名 知末的无名 跟大圣谈的 这个根本的无名 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要了解 所以呢 既然分大小 我们小就不论了 今天呢 要谈的 就是大圣 因为小圣 初跟后都不知道 十相 那这时候 顾飞今之见也 现在谈到的见 谈到的见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 会谈到见呢 就是指大圣 一直往上修的 原教的教法 才是我们现在这里要谈的 所以二圣的教法 就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了 下面 我们 这里顺带一提 大家上个礼拜没有上课 会不会觉得好像很久没上课 好像觉得很久没上课 可是下个礼拜有可能又要再停课一次了 那现在先跟大家先报告一下 因为今天临时 今天临时了 今天临时 临时早上 我师父老人家 就是 路股禁律室 我师父 他交代我 要回去 带儿童下令 那我们儿童下令 是六月三十到七月八号 儿童 佛学下令 他特别电话里叮咛我要回去 那么我就 他老人家的话 一定接受 百分之百接受 那我就一定会回去 那想办法都克服任何困难都要回去 那他 所以呢 这个下次的课 六月三十号是礼拜几 礼拜 礼拜六 礼拜六 所以我们下次课是七月二号 所以那天 我本来想说要不要赶回来 赶回来上课 然后再赶回篮头 那我本来就想想这样 但是 后来想 哎呀那可能还是真的太累了 因为你要开夜车 要开三个小时回去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 就跟大家讨论 下次 要再休息一次 那很惭愧啦 因为我很少请假的 很少 几乎不太请假的 那跟大家先 先抱歉一下 所以下一次我们还是 再停课一次 那是还是 这个都是以常驻的 因为经历室是我常驻嘛 我师父那里 他是 都是以我师父那边为主 而且儿童夏令宇又非常重要 经历室的儿童夏令宇 你们有参加过的举手 一位 才一位 有去带过帮忙当义工的 然后就两位 不错不错不错 我们那是很特别的儿童夏令 他还蛮严格的 蛮严格的 那这个 而且呢 他又是九天 小孩子要住九天 八天 严格来讲 算八天九天 那小孩子呢 经常呢 回去之后 整个人就改变了 还改变不少 很多小朋友 都改变不少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严格的叫法下 那还是 会有帮助的 但是呢 底下的辅导老师 就很辛苦了 而且每次办 大概都有一千多个人 小朋友 加上义工 大概有一千五百 应该差不多有这个数字了 那 所以呢 我们的儿童夏令宇 是非常特别的 非常特殊的 也很值得 去参加 所以这里我顺带一提 所以下个礼拜一 我们还是暂停一次 这也是不得已 跟大家讲一个很抱歉 我们现在看 继续看下面 问 是三文者 文是色 色是门 为非门 若是门者 色是实相 更何所通 若非门者 云和而言 一色一香 皆是中道 好 这里呢 他是在讲 三文就是指我们的这个 见识不定 圆顿指观 他的这三个教法 那这三个教法 文呢 是色 他是属色法 那么色呢 是门 还是非门 他这里是在 遮烂 他是在问难 在问难 自问自答的问难 色本身是门 还是非门呢 因为文章本身是属色法 那门的意思是什么呢 若是门者 色是实相 更何所通 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门呢 我们讲的门 意思就是通往哪里去 这就是 叫做门 那色本身 如果是门 门 通往实相的门 通往实相 实相是所通的 门是能够通的 这个 它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道路 门是可以通 能够通的 实相本身是 所通达的目的 那么这个 假设 色是 若是门者 色本身是属实相 那更何所通 那有什么 那是这个 谈不到通不通 因为 色法本身就是实相 所以你这个就没有办法来谈 它是通还是不通 若非门者 云和而言 意思 它刚刚讲的色是实相 色本身就是一个空 是属于空性的实相 那 它就谈不上是门 还是非门 因为它本身就是实相 那底下 如果说不是门 若非门者 云和而言 亦色亦相皆是中道 道本身就是一个路 就是能够通的 能够通的 那如果说假设 它不是门 那为什么说 一色亦相皆是中道 这个色法路本身 它不是门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之前讲的 一色亦相皆是中道 这个道本身是能够通往实相的 那为什么 它本身却是个门呢 是个门 人通即是门呢 能够通往实相不就是门吗 我们来看下面的回答 答 门门并是实相 意思是说 不要想那么多了 门章跟门 本身都是实相 门是色法 色也是实相 门如果说是门 门本身就是属法界 也是实相 法界本身就是实相 所以并是实相 大家有些人就问说 智者大师要这么 绕来绕去吗 需要这样子的绕吗 绕还是有它的意义的 因为它是要绕出什么事情呢 是要绕出我们对于 讲经说法的这个方便散巧的文章或是语言 是有它的用意的 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偏废的 它本身也是实相 它主要用意在讲这个 大家了解吗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众生多颠倒 少不颠倒 就是说众生啊 很多颠倒 很少不颠倒 很少不颠倒 已闻是知 所以需要文章 来让众生能够了解 即与闻 达闻 非闻 非闻非不闻 闻是其门 于门得实相 故闻是其门 门具一切法 即门即非门 即非门非不门 我们 我们在谈这个 这个很像金刚经 对不对 很像金刚经 金刚经老师 老师在谈是这个又不是这个 然后是未为这个 这里也是有点这个意思 即与闻 用众生 你要用文章来 让他了解佛法 那么于文章 通达这个闻 本身就叫俗地 大家旁边写一下俗地 达闻 于闻 达闻 这旁边可以读解 是俗地 非闻 你把这个文章 飞掉 飞掉就是 把它看成是一个空性 当下即是空的 这就要称为真地 俗地 真地 但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真地 跑出来 就是让我们有个不执着 一旦达到彼岸 这个船 是不是就不要去执着了 你要赶快踏上这个彼岸 那你现在坐的船 是不是要放下了 这船是不是文章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达闻 飞闻 你在学习这文章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有飞闻的概念 可是你还是认真要去达闻 通达那闻 让我们才有办法通达真理 可是通达真理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有飞闻的概念 就是意思是说 这个文章是个过渡 让我们体会实相 最后你是要放下的 大家了解 所以他谈这些是有他用意 我们事先就要懂得 一旦到达彼岸之后 这个船 你不要再去执着这个船 还在抱着这个船不上岸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这里叫做达闻 飞闻 底下飞闻 飞不闻 旁边诸解一下 叫第一异地 所以要熟地 真地 第一异地 飞闻 飞不闻 就指中道 中道 第一异地 你把它变成一个空性 当下即是空 飞闻 那你还是得要 不能全部空掉它 它本身是有内涵的 叫做飞不闻 它这内涵你学起来了 你懂得它 虽然你已经正为一个大菩萨 你未来身中这些 你是可以拿来用的 你就有这个智慧拿来用了 这叫飞闻 飞不闻 它这些内涵你也体会到 但是你也要懂得它是妙有 它属妙有 执着的东西就是有 你能够在证悟物的境界里面 来看这个有就属妙有 你可以善加地用它来利益众生 就是妙有 底下 温是其门 于门得识相 就是文章本身就是一个门 通往识相的道路 通往识相的 所以于门 于这个路 它打开一扇门 让我们看到识相 所以于门得到识相 故温是其门 这个文章很重要 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 这个识相的道理 门具一切法 集门 集飞门 集飞门 飞不门 这跟前面一样 集门 底下要打个 它这个逗号有分错了 集门跟集飞门中间 要有一个顿号 要有一个顿号 集门 集飞门 中间 应该是逗号了 集门跟集飞门是分开 底下 集飞门 飞不门 中间那个 斗底要化掉 这两个是合起来的 集飞门 飞不门 是合在一块的 所以这个逗号 逗错了 会看不太懂 集门 旁边可以注解 叫假观 就是跟前面的达文 是意思 类似的意思 所以假观就是指 世俗上 这个有 是属于有这个层面 集飞门 叫做空观 假观 空观 底下 集飞门 飞不门 这合起来念 集飞门 飞不门 就属中观 中观 空假中三观 这样一看 就一目了然 没那么复杂 这没那么复杂 所以这个 我们讲这个 摩执观 你 以后 你现在前面这一段 看辛苦一点 后面你越看越轻松 会越看越轻松 所以大家前面这一段 是稍微有点牢口 可是牢口还是有它的意义 那么我们把它搞懂了 后面就越来越轻松了 后面讲了很多是修行的概念 就不是那么在谈这些 哲理上的问题 底下就很实际上的一些问题了 我们翻过来到114页 现在来开始 正式进入解释的十章 十个章 开始正式解释了 解释者四十章页 看中间 114页中间 出世大义 囊括始终 灌代初后 一缓然间 经错为武 为发大心 修大行 干大果 列大网 归大处 归大处 那么这里是在讲 讲这个十章 十章 刚开始 第一个要解释 大义 大义 那么这大义里面 可以分为五项 这个大义 囊括始终 就把头到尾 囊括起来 灌代初后 灌代初后 跟囊括始终差不多 它的意思就是 灌 灌是我们头上的帽子 灌放上去 我们身体是能够戴灌的 身体 能够戴灌的是我们这个身体 灌戴下去 跟我们身体接受这个灌 出根后 这意思是指全部的过程 一缓难见 这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大义 南瓜的后面九章 就是指我们整个摩托子官 它的所有的意义 但是呢 一缓难见 这个 如果我们摩托子官 你要从头看到完 如果你没看大义 后面的九章 你一直在 在钻研 你也一缓难见 那个意识 是慢慢地跑出来 你很难抓得到它的重点 今天呢 错为五 所以他 这个 这大师在谈论 这个教法 真的很有 很有程序 非常很有程序 因为这一篇 是非常大的一部著作 所以呢 他在 分为九个章节 再加一章叫大义 就第一章 摆第一章大义 这大义 还把后面的九个章节 分为五个 五个大纲领 叫五广 不是五略 五略 十广五略 那他这个 五个大纲领呢 是哪五个呢 发大心 修大行 赶大国 列大王 归大处 这个五件 纲领 就可以 南瓜 后面的九章 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呢 这个 光看这个五个 五个大纲领 你就可以 清楚后面 要准备讲什么 它就是一个次第 第一个 第一个先发心 第二个怎么修 发大行 第三个 修了以后赶大果 列大王是 修了以后 你赶了一个大果 大果就是指 你成为一个 大修行人 一个大菩萨 那你怎么样子去 列掉众生的疑惑网 叫列大王 把众生疑惑的大王 给他 给他破除掉 叫列大王 然后最后 归大处 就成佛了 就是指归了 归大处 最后成佛了 所以简单的 这就是以这个 主要的纲领 把整个 从最初的修行 发大心 发大心里面 就讲很多了 有很多错误的发心 他会做一些简别 我们下一次 就会谈到的 错误的发心 那有十种 错误的发心 那我们慢慢 就可以知道 那这个 把这个发心发对了 行持就要修对 行持过程呢 发大行 行持过程 会有很多问题 包括遇到磨脑 身体的障碍 生病 等等这些问题 还有之间的正确 很多概念要正确 这个都在修大行 最后就赶大果 可是赶大果 列大王归大处 没有讲完 没有讲 都在前面的发大心 修大行 因为这个大果 大王 大处 是比较 这个属大菩萨的心境 好 我们 继续 往下面看 云和发大心 看到一百一十五页 一百一十五页 云和发大心 众生昏倒 不自觉之 确令醒悟 上求下化 就是说 众生昏昏倒倒了 颠倒了 颠倒 不知道自己觉悟 那么 确令他醒悟 能够上求下化 发大菩萨心 这个叫做发大心 发大心比较专指菩萨心 比较不是指恶圣的心 这个发大心 第二 云和行大行 虽腹发心 望路不动 永无达起 劝劳强精进 行四种三昧 好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行大行呢 就是我们要 你发完心之后 你忘了路 你不去动 不往前走 你不出发 永远就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你的目标 所以呢 我们却能够 劳强精进 行四种三昧 这地方呢 在后面 现在只是概略讲而已 后面就细讲了 就比较广为论说了 那这个 四种三昧呢 底下都会谈到 一个就是半行半 长行三昧 长坐三昧 半行半坐三昧 非行非坐三昧 这四种三昧 这是底下就会谈到了 翻过来 一百一十九页 云和感大果 虽不求犯天 犯天致印 称阳庙报 未月其心 就是说 什么叫做 感这个很大的果报呢 很大的果报呢 就是我们透过前面的发大心 修大行 那么最后就有殊胜的果报 感召到 虽然我们不去求犯天 但是犯天呢 就自己也会去印 也会印 那意思是自然而来的 不是求来的 是不是自然而来的 他自然感召大果 不是你特别去求来的 这个很重要 现在很多人在求神通 求感应 这个就有点危险 我们很多修行是自然而来显现出来 所以当自己有一点小神通的时候 要很小心 你不要去太过自满 就是说自己好像很有伟大 好像修得很好 其实这你一贪着就危险 一贪着就危险 这神通是本来你有的 你只是慢慢看到自己有的东西而已 本来自己就有 你本来自己就有 你自己还去贪他 那就被 这又另外一个绑住自己 又是另外一个再来的 所以在以前的祖师们 他对于这个 尤其在准备赶大果的时候 修大行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有些殊胜的 殊胜的身心的反应会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很能够 懂得要通声放下 不要去执着圣境 这个任意经里面讲了 五音这个魔 五十阴魔里面就提到 你一旦执着圣境 就怎么样 就是魔脑 这魔就来了 就等于就会 就 这个算是严重 很多人都在这里 就整个就败掉了 这个要很小心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很多宗教 很多宗教 他就是因为有殊胜的圣境 他自己觉得了 结果他就认为自己 已经开悟解脱了 然后就出来 还帮人家振果位 帮人家认果位 你是哪一果 哪一果 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就正好有一个人 在帮人家认那个国位 你是结果结果 有个居士 后来他往生 后来他癌症 后来癌症 我那时候大学 不是小平时 不是 那个叫什么 李元松 你们可能没听过 我那个时代的 我还算是 三十多年前的事情 后来他帮人家认果位 后来自己 生病了 就发现 我怎么 不是那个 该有这个果位 会有的这个 因为他一生病 就发现自己不自在 就发现自己 不是那个证物的层次 后来他就以为 他就发现自己是 原来他是真上慢人 真上慢 他不是故意打妄语 他认为 他以为自己 达到某一种层次 以为自己 这个人还算坦荡荡 还马上 他还马上承认他错误 还公开 写公开信 跟所有的人讲说 我错了 我不是那个果位 因为他 一旦生病就考验出来了 病是考掉 所有的 你的到底是到什么层次 一病就知道了 那他 马上就跟大家 讲说他不是 不是这样 他发现自己错了 然后呢 就变成老实念 南无阿弥陀佛 最后他就是念佛 就念佛 那他那次病 就病到往生 那后来也是 念佛往生 念佛往生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往往会在很深的某种禅定 就认为自己已经有点憎恶了 这就危险 往往大部分都在出残 大部分你到二残三残 大概很少能有这个深度了 出残就很少了 出残就很少 很多人大概到出残就以为自己到 已经有有证悟了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从欲界跑到色界天 中间的转化过程会有个八处 这个八处是 为什么会有八处 这就是你地水火风 身体的这个整个结构 在整个做重整 因为你出残的禅定 跟欲界 欲界是有欲望的 你从有欲望到欲望被完全扶住的 出残的境界 这两个中间是一个大的勘战 一个很大的阶梯 一跨过去 你的地水火风整个身体结构 就整个大 一个大转变了 所以这个很大的转变的过程当中 有人就以为他证悟了 这就很危险 这很危险 那出残是一个关卡 出残到二残又是一个关卡 因为把出残的热放下 你进入到二残 把二残的体会又放下 又进入到三残 这个以后会谈到 这个以后都会讲到 我只是稍微讲一下 这些过程会发生的问题 我们这个摩子观很庞大 以后这个几乎都讲到 这以后我们会细谈 所以原则上就是意思就是说 从修大行到赶大国 修道行 你发大心修大行 修大行中间的所有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深刻的去 先去研究它 虽然我们还没达到那个层次 可是我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以后遇到你就容易警觉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宁可赶快叫你先通达 把路摸清楚了 你再开始 有些人他一下子什么都不懂 就精进用功 那以后真的容易出问题 因为他没有那个概念 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 他没概念的 这就危险了 像以前我碰到有一个人 这是我亲自看到的 亲自看到的 他每天就是拜佛三千拜 每天都三千拜 你佛念阿弥陀佛 他拜法是一拜下去 实身佛号 起来实身佛号 因为我就在他官房旁边 我就 我本来想去拜访他 那就在他官房旁边 那就是 就看他在那里拜 稍微看一下 他拜他真的很精进 每天 每天 三年 然后遇到特别的事情 为了要 比如说是佛陀的圣诞 他又加拜一千拜 所以就拜三千拜 加一千拜 就四千拜 那你每一拜都是 下去十身佛号 上来十身佛号 这样多少 就每一拜二十身佛号 如果四千拜就多少 多少佛号 有八万身 你看他这样的精进用功 结果出来以后变成什么 后来有点 有点着于某种那种问题 他有一天跑出来说 师父 我哪一天 关于菩萨接我走 我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讲 结果那天没有接他走 他还活得好好的 然后后来就 他又到处跑 然后又来找我 因为我们后来认识了 后来又认识了 他后来又跑来找我 到我那个慈音寺山上 大家也聊一聊 互相共勉 他也说出他的问题 后来还知道自己的问题 这个就很难得 所以修行人 其实可贵在于坦荡荡 我自己错了 他就承认他错了 这个就有进步的 很大的空间 你不要说自己错了 在那里认为 还在那里硬拗 拗来拗去 那就危险了 到时候 到时候那个果报就很麻烦了 他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很坦荡 后来还觉得说他自己错了 他就开始学经教 学经教 因为他本来是 差不多国中毕业而已 然后他很想赶快解脱生死 就很想精进老实念佛 拼命的勇猛 所以才没出家多久 就进去闭关 全部的人都护持他 护持了三年还不够 他还继续要再发愿三年 结果第二年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以后就发生 刚刚讲的那个事情 所以我现在提到的是说 修行人先不要那么 马上那么精进勇猛 你在很多东西不懂的时候 你先把概念先弄清楚 会遇到尤其像热言经 你就一定要先学了 然后像某指观 这就一定要先学了 或是如果某指观 他觉得太大本 那可以先看小指观 或是四禅波罗蜜 或是六庙门 他多少都会谈到这些东西 多少 某指观比较完整 那这样子 有个概念 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警觉 至少他会先警觉 我现在不是这个样子 我不是这个状况 我就不要误会 所以我自己是已经 有那个殊胜的层次了 有些人他修到一半 修得不错 真的天能来供养 真的天能来供养就 他会以为自己好像修得很好 这也是危险 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危险 以前在历史上 就好几个这个历史了 后来我不是常讲吗 不是有一个 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 有一个禅宗的徒弟 他很认真修 他修得不错 后来跑去跟师父讲 我要去闭关 然后师父就教带他 你闭关可以 可是你要出来吃饭 你不要在房间里面吃饭 闭关 他就这样就有点禁足了 就不是闭关了 他觉得说出来吃饭 好吧 那就听师父的话 出来吃饭 就第一天进去 他又出来吃饭 第二天进去就没出来吃饭了 连续七天都没有出来吃饭了 那这时候 那个师父就知道状况了 因为师父为什么叫他出来吃饭 因为他 师父本身就是一个开悟者 他就本身就懂得他的状况 然后呢 就跑去他房间 敲敲敲门 徒弟啊 徒弟啊 你怎么不出来吃饭 徒弟门一开 师父啊 我很好 你没事 是哦 你没事哦 脸色红润 哦 这个神清气爽 看起来真的很好 没有送饭去 他居然很好 那这个师父就说 那你为 那你这样 你没吃饭 你在哪吃饭 他说 师父 天人来给我供养 真的很不错 我每天吃得很好 就是师父就一巴掌 把他头打下来 打下来 说你见鬼了 下去吃饭 那意思就是说 他一旦执着就云 就麻烦了 所以你看那个大修行人 跟普通修行人 是有差的 普通修行人 就是那个半桶子 半桶水啊 半桶水 那大修行人 他就很隐藏自己 就跟平常人一样 甚至也还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大修行人跟普通修行人 就差很多 但是往往大修行人 就是看不出来了 你真的是看不出来了 这个得要长久住在一块 你才会比较知道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云和列大王 云和列大王 一百一十七页 种种经论开人眼目 而只此以彼是意非诛 闻血未冷 乃至闻喝未动 经隆通经论解解出隆 就是说 什么叫做列大王呢 列大王就是 要让人家开人眼目 让人家 这个 佛陀讲了那么多经论 让人家开人眼目 可是呢 很多人只此非彼 只此以彼 或是非彼 四一非诛 我认同这个 而否定其他 像现在很多人在讲教里 经常会有这个状况 四一非诛 我只此这个 其他都全部不对了 那这就是有危险 有危险 这个 讲到这里 我就顺便谈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经常 有时候人家在解释的时候 会解释到太过偏激了 太过偏激了 像这个日本的净土真宗 就解释了过于偏激了 过于偏激了 他只独取这个信心 其他东西都几乎都是几次 那这个就很危险 那这时候你在解释上 戒律啊各方面 就变成百代很几次曲 那往往会让修行人 掉到一个 忘掉业障是多可怕的事 业障来的时候 临终来的时候 那是多恐怖啊 那是多恐怖的事情 所以呢 一定念佛这个 一定要跟持戒念佛 老实念佛 忏悔念佛 这三件事情要结合 一定要结合 持戒念佛 老实念佛 跟忏悔念佛 我们真的要忏悔自己的业障 老实自己的念佛 把自己的戒律持好 然后广修诸善法 来广结西方极乐世界的缘分 不要说我就独具这个 对阿弥陀佛信心 我信心够就好了 虽然在解释上 也不是说他一定就是完全错了 但是呢 会让有一些人忽略了业障的可怕 业障来的时候 那是很恐怖的 万一你的信心没有达到某种程度 那个业障来的时候 那很辛苦了 那真的很辛苦了 我看到好几个念佛人 如果他没有真的好好地认真的 用心在刚刚讲的这三件事 持戒 老实 忏悔 这三个 如果没有认真在这三层面上用心的话 往往会有时候在往生前 你给他念佛号 他会跟他讲太吵了 不要念佛了 我就看到有人这样 有人这样 他那叫业障现前 业障现前 那个佛法已经没办法入心了 这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所以我还是非常的支持 我们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净土宗 都还是跟天台中比较 就是几乎是结合在一块 大部分 那像这个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是几乎集大成的 你们看那个印光大师文超 因为我正好把文超讲完了 那印光大师几乎是 印光大师是十三组 他把前面十二组都集合起来了 所有的精华都集合起来 所以印光大师文超是非常值得看的 而且印光大师又不敢自己 下结论 都是祖师的结论 都是佛陀的结论 他没有他自己的话 他只把历代 所有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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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法的重点都放在 印光大师文超里面 所以印光大师文超是非常 很好的一部著作 如果作为初学者 想要听闻 这个 这个净土法门的话 印光大师文超是很值得看的 很值得看 你看完以后 你就会发现 净土真宗这个事情 就真的有 他的风险在 风险还不小 所以 我们呢 念佛呢 一定要四平八稳地念 你要懂教理 也要多懂 你本身 你竟然已经有因缘开始念佛了 我们不要把这个佛陀开出的 这个 临终业障再怎么种 给他开始念佛 他就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个是给他有一个希望 有一条路 给他开一条路出来 让他 能够在严重的业障状况之下 他还可以得救 可是不要把这个特殊情况 那大家每一个人都要 都变成说 这个 这个 磁界都变成很启次的问题了 这个就不好了 磁界是很重要的 你一开始就赶快要把这个先修好了 先修好了 你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的修行路上 稳稳地走 所以这里就讲 种种经论 开人眼目 只此以彼 十一非诛 像这种状况 你叫什么叫列大王 就是 大菩萨 他已经有一个赶大果了 他已经是大菩萨 他教化众生的时候就要引导众生 不要 不要 只此以彼 十一非诛 或是文学未能 那 这个文和未动 就 没有办法隆通 没有办法隆通 这个 隆通所有的经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某子观就是隆通的 而且某子观他本身就已经点出 他是站在非常高的高位 高度 来看所有的教法 读某子观就要读他的高度 这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是 现在我们的术语 在讲话 就是站在最高的高度 来看所有的佛法 好 我们翻过来 云和归大处 一百一十八页 法无始终 法无通塞 若知法界 法界无始终 无通塞 或难 大朗 无碍 自在 这就是佛的境界 归大处就是佛的境界 所以他现在讲的是 法无始终 法无通塞 这指佛的境界 所以我们如果 在佛的境界里面 法界无始终 无通塞 或难大朗 无碍自在 至少也是法身大师以上的 因为他可以分证 法身大师 为什么叫法身大师 就是分证佛的境界 分证 他才叫法身大师 他已经分证了佛的法身 只是看他 那个深度有多深 如果说他已经是修到 看他能够破多少无明 证多少 证多少法身 但是你从初处开始 他就已经是法身大师了 底下 身其五略 显于五广 云云 云云 一百一十九页第一页 就是说 身起 身跟起 五略 五略我们刚刚讲的五个 发大心 修大行 赶大果 裂大网 归大处 这五个叫五略 五略 十这个章节叫做十广 十广 我们下次从一百 这个 一百二十页 一百二十页 来开始来谈 今天到这边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刚刚讲的那个 这个 映光大师文操 希望大家有空 可以多去 听 映光大师文操我讲两遍 讲两遍 一遍是有录下来 一遍是在四楼三 讲的 四楼三那时候是 陈开老和尚 他是请我带他讲的 因为陈开老和尚 他真的修得很不错 非常好的一个老和尚 那么他 他在 因为他是湖南口音 所以他口音太重 怕别人听不太懂 所以呢 他希望我能够带他 讲这个 这个映光大师文操 那我就这样跟老和尚 之前我跟老和尚 很好的缘分 老和尚是标准的念佛人 非常标准的念佛人 他也是非常标准的 这个像阴光大师文 像阴光大师这样的念佛人 直接念佛 所以我 从这些老和尚的 这种行词当中 我真的很庆幸 很非常庆幸 自己呢 是在这个 祖师的教法下 而且是 在这个 传统的教法下 没有特别 标新立异的地方 我 我对 对于 传统 我觉得是 非常 殊胜的 大家应该 多去了解传统 传统有那么久了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有些人问我说 师父什么叫证件 要怎么判断证件 那一般的人 他判断证件 有点难度 对刚开始学习的人 我会劝他说 如果你真的要判断证件 其实你把几本 把我们历代讲的祖师 第几组 第几组 这些属于公认的 祖师的著作 都给他 好好的研习 看一看 祖祖道同 大家差不多的 那个讲的 那个方向都差不多 而且那个精神 都差不多 你把这些精神 都能够 去认真体会一下 其他的 其他新兴出来的 这些宗教 或是新兴出来的 一些讲法 你就像 真的会有点像 招摇镜一样 你就几乎都可以 大概可以分辨书 哪个是不如法的 哪个是如法 哪个是比较稳当的 哪个是比较 风险很大的 比较属于偏 我们讲偏风 有些讲某种道理 讲得太过偏激趣了 那这个是不是 祖师们要有的 所以 你把这些道理 像这个摩执观世 祖师的论著 自尔大师的 它又是很重要的一本 那 我们会谈摩执观世 因为这本 没有那么多人谈 可是它又非常重要 所以不谈 很可惜 那 也正好可以 让我们可以站在 很高的高度来看佛法 那能够 也 把这个 我一直在强调的 把很多祖师的论著 论著 多去研读 那这一本 正好可以圆满一下 我们所 研读很多其他祖师的经论 所没谈到的 这一本就会谈到 那正好把它圆满起来了 所以很感恩 很感恩 大家 还蛮认真的 你们 能够这样的用心 这是 很不错 大家好好的加油 好好加油 那所以我们就是下下礼拜见了 好 大众请合掌 好 我们一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敬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好 我们下课 一条 谁 的 杨标 有 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